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立法儀 掌飾標館 通過的國民黨團所提出的電價動棄案 但是通過也沒路容 行政與經濟部都說電費錢也要招棄 經濟部中王美花說 如果沒有招棄到電價 對台電的財務是很不利 也會影響到喪電的穩定度 國民黨的理會 劉淑寶是透明政府 太誇張 電池四月這一日 全面掉去不論是便室 或者是三劫用電 全普通常的影響 四月底 如果被台灣人手 將人所優勢通過的提案 國際天氣掉去電池 不過經濟部電池 遵守電價心機的結果 挑戰 事實上是對台電非常重要 然後否則如果沒有辦法這樣挑戰 那對台電的財務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個也不利於台電穩定供電的一個功能 検柴部長 王美花還有一回申請 公路師拍歐吉蘭政清 給國際聯料封身份拐 各國電池 論本來台電 如果沒有去就要錢 只要拐去 他出口用電大火 拐最小 應該盡量降低便宜用電 不過検柴部的決定 給債壓當時是不開心 霸到壓霸 就到底了 他等於就不甩立派恩的決議 你就帶給電位法四十九條審議委員會 電價的問題還有電網不穩定的問題 其實都來自於錯誤的能源政策 今天南瑞總團都暫停 等級議題調去記者會 民政黨提出電業法49條的利用 無論是經濟部下至在台前 都必須以法執行 當時奧米華也強調調去電鍵有情緒太賢 未來調去電池 不要透過電鍵心理會 由政家合作來檢驗